7月31号上午 宜蘭蓝阳女中礼堂的窗户上 竟然出现多个弹孔 疑似是被枪支射击 遗留下的痕迹 因为礼堂靠近 宜蘭市健康路侧的窗口 平时比较少有师生经过 所以是路过民众发现才通报 警方赶往现场调查 因为礼堂也在施工 所以基本上也不大在 也没有在使用的状态 所以我们平常比较没有注意 那是民众很发现的 那跟我们讲 然后那个怎么样 后来就是我们就通知警方 多个弹孔华绵出目惊心 甚至还有一片玻璃 出现巨大的破洞 整片濒临瓦解 警方初步调查 怀疑是有不明人士 用BB弹连射 讲警30发 导致多片玻璃留下弹孔痕迹 有些学生进到校园 看到弹孔觉得非常害怕 但也有人怀疑是在恶作剧 全案警方调查中